这才是红烧瓦块鱼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红烧瓦块鱼的家常做法 色泽黄亮,鲜嫩入味,咸鲜适口,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好看又好吃,相信许多朋友都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简单又结地气,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条两斤左右的鲤鱼窄杀清洗干净 据说这条是野生鲤鱼,先切下鱼头 据说鲤鱼有两根心线,比较心气 到底应不应该去掉,相信许多朋友都比较纠结 我个人觉得鱼去不去掉心线,该心气还是心气 不过一定要选择心鲜,窄杀清洗的时候 一定要把腹部里边的黑膜刮起干净 这样心气味就会很小 接下来改刀,先剁下鱼鳍不要 这个东西吃着没肉,据说还非常的心气 把鱼肉斜刀改成大厚片 瓦块鱼形式瓦块 所以说一定要稍微大点厚点,成这样的效果 先麻烦的也可以直接剁成两指头宽的镰刀块 鱼头千万别扔掉 有很多的鲜味,从中间切开 然后去掉这个牙齿和残留的鱼鳃 这样要是直接炖出来会非常的腥气 而且吃着还会牙沉 剁好后放入一个比较大的盆中 用清水稍微多清洗两遍 这一步能够很好地去除鱼肉上的一些血污 这样也能够让鱼肉吃起来 腥气味减少很多 各位好朋友请动作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支持 清洗至水清亮 然后捞出用漏扫控干水分 接下来准备点小料 生姜一片先拍破 大葱先切块然后再拍破 这样更容易出姜葱的味道 切好后先放入盆中 放入适量的盐 半勺的胡椒粉 药酒稍微多一点去腥 然后用手把姜葱的汁水抓出来 再来腌制鱼 能够很好的去腥 记住这个小技巧 接着把控干水分的鱼块 倒入姜葱之中 用手翻拌均匀 稍微多抓拌下 这样能够很好的去腥 也能够更好的入味 拌匀后先放一旁腌制20分钟 接下来准备炖鱼的小料 大蒜子稍微多一点 切去两头不要 放入蒜子稍微多一点 能够给鱼肉很好的去腥提味 而且蒜子吃着也非常的不错 再准备生姜稍微多一点拍破 然后再切碎 这样更容易出姜味 大葱切成葱花切好放入盆中 干辣椒和少许的花椒适量 去腥提味 一粒的八角增加香味 最要是掰碎 这样更容易出味道 然后用开水先浸泡上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不易服 更容易出味道 而且还更加的干净 把腌过的鲤鱼剪去姜葱不要 然后放入玉米淀粉适量 翻拌均匀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鱼肉成型好看 不易碎 而且还更容易吸附料汁的味道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先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发白冒烟 然后放入适量的色拉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先下入蒜子 爆出中火炸出香味 通过肉油炸香的蒜子 蒜子吃着香 而且这个蒜油再来煎鱼 能够给鱼肉很好的去形蒸香 记住这个小技巧 炸至蒜子焦黄出香味 然后捞出 其实放入适量的盐 这样可以防止在煎鱼的时候粘锅 今天这个做法更适合家庭操作 不过油 用煎的方式 如果是饭店操作的话 直接用油炸 那样时间比较快 但是不好吃 煎鱼的油温稍微要高一点 保持中火下入鱼块 这样煎出的鱼成型好看 不易碎 下完后先静置十秒钟 让鱼肉能够很好的定型 再把锅像这样来回歪一下 让油脂更好的浸透鱼肉 这样受热更均匀 放动锅底让其受热均匀 一面煎至大概两分钟左右 煎出香味 煎至焦黄 然后再翻面煎另一面 这个翻锅的动作比较危险 家庭操作就要是用锅铲慢慢的翻 翻面再继续保持中火 煎至两分钟 煎至金黄 然后倒出 锅中留少许的油 再放入少许的菜籽油和适量的猪油 提味真香 油热后 加入控干水分的花椒辣椒和八角 炒出香味 炒出多余的水分 炒至辣椒成枣红色 香味才浓郁 接着下入姜葱 炒出香味 炒香后 放入少许的红油皮铅豆瓣酱 炒出香味 炒出颜色 放入黄豆酱稍微多一点 增加酱香味 炒出香味 生抽酱油适量 提味提鲜 又增加黄料的颜色 料酒稍微多一点 从锅边烹入 去腥增香 盛出适量 从锅边烹入 能够给鱼肉很好的去腥提味 而且肉住吃起来还更加的细嫩入味 所以说烧至鱼类 醋是必须要放入的 要想烧出的鱼肉好吃 酱汁酱料 一定得多炒一下 炒至油酱分离 成这样的效果 香味才最浪 记住这个小技巧 接着倒入开水或者是鲜汤 保持大火 先熬制两分钟左右 让各种鲜香味融合 用蜜肉打去料渣不要 这样烧出的鱼 看着清爽更加有食欲 如果嫌麻烦的 也可以不用去掉 接着倒入煎好的鱼块 用筷子稍微白码一下 让鱼肉都浸泡在汤汁中 汁水的量 一定要没过鱼肉 两指头的厚度 这样鱼肉才能够很好的入味 继续保持大火 烧至一分钟 这样做出的鱼肉 味道才更加的浓香 调味放入少许的盐 半少的胡椒粉 和一少的白糖火味提鲜 再放入少许的十三香 增加香味 放入半个青辣椒 有香菜的 放入少许的香菜 这样能够很好的给鱼肉去腥 盖上锅盖 保持中小火 炖至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后 打开锅盖 放入炸好的蒜子 蒜子为什么要稍后放入呢 因为放的太早 香味容易挥发 而且蒜子车周还没有口感 盖上锅盖 继续保持中火 炖至五分钟 五分钟后 打开锅盖 剪去青椒不要 这时候鱼肉已经炖至八成熟了 火稍微开大一点 开始收汁 晃动锅底 让其受热均匀 防止粘锅 釜底 收汁 汤汁粘稠 放入少许的香油 增香体味 这个汤汁也不要收的太干 用汤汁来泡米饭 泡面条 或者是泡饼吃都非常的不错 最后再放入小葱花点缀 美味集成 再遇到香味浓郁 下酒下饭都不错的红烧瓦块鱼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включ진 火葱花点缓